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技巧的时候说一个很容易记得你的名字 那我就想啊我本来的名字叫欧健良是很难记得的 所以我以前我是很喜欢打电动的 对对对对那我就很喜欢用春丽来演的 所以我就说啊如果我是一个男生 用一个女生的名字每一个人也容易很记得我嘛 那我的老板就说啊这个名字很好很很好 那我就1991年开始就呃我就介绍我自己做春丽 呃一直到现在但我新竹以后有一些默示说啊你的名字好像很奇怪 去讲呃邀请你去加位的时间好像不太呃很奇怪啊 但是有一些默示就说啊你的名字做年轻人工作是很好啊 你是保留了一下所以我在呃随便有人在我呃Eddie 有一些叫我春丽还是现在我做年轻人工作的时间 很多人教我春丽老师啊春丽叔叔啊那种 就是随便一个名字也可以啊 哇 谢谢你 所以你是那个时候当记者 是什么样的记者 报什么样的新闻 我一开始是做体育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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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的 一年之后就是香港刚刚 开始有《西代天王》那个年代 哦 刘德华 对对 那个娱乐圈是很多民生的时间 我就从体育记者 竟然过去做娱乐的季节 但是之后就开启在苹果月报 开启的工作 他们刚刚开启25年前 就是一边做一边做 就是做狗仔队去套牌娱乐圈 狗仔队 狗仔队 对对对对 之后我才30岁才新竹的 之前还没去过家围的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 转变的历程 但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你从一个记者 然后在做狗仔队的记者 是怎么信主的 然后又是怎么走到今天 你现在在做的网路媒体宣教 我以前是个很骄傲的人 因为我做记者的时候 我是很出名的 我偷拍很厉害的 我在香港最有名的杂志 做偷拍是最受我的上司重用的 所以我在香港是很厉害的 我是很骄傲 我是看人是他们全都是我在比不上我 比不上我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是很骄傲 我才20多岁那个时间 之后我就开始去玩啊 去跑啊 去磕走啊 开始欺读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很厉害 所以欺读也没问题 因为我我可以handle 我可以空气啊 但是毒品把我的生命 从我的最高的高峰 拉到我去 差不多生命的尽头 那个时间我工作的能力不好啊 我很多生命的问题 我的想法也很混乱 那个时间我开始觉得我自己 好像我做的所有以前的东西啊 已经没有了 我一无所有了 所以我就 欺读以后 几年以后 我就是个很外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可能把我的生命也放弃啊 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不能围头了 但是在那个时间 就有一个音乐人跟我分享福音 在一个我从没觉得我 从没我觉得 我去了报道委的时间 我原本我需要去公司工作了 但是那一天公司说 啊你不用工作 你可以回家了 这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做 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报道委 再到那一天晚上 我想我我我我我我信你主 我想我哪个时间我是想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如果神耶稣你是神 你是真的 我只要把我的生命全都交给你 我什么也不要了 那这就是这个时间我信主 我当天晚上一信主 我晚上就对毒品没有兴趣 从那一天到现在三十二十年 我没有没有起过毒 这是很奇妙的 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 请就我的很很大的变化 是当我在听你刚才讲的故事的时候 包括你过去做记者 然后可能偷拍技术非常的厉害 也是第一流的狗仔 然后当你信主之后 你用了很多这些技巧 你过去上帝给你的装备 在做你现在的服务 其实让我想到彼得过去是渔夫 但是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对他说如从今以后 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了 好像很多时候跟随耶稣 并不是指完全的放下 过去上帝给我们的装备 而是带着过去上帝给我们的 一些预备往前走 那我很好奇 你自己回过头来看 你觉得你在当记者的那些岁月 对今天你在做的事情 我想一定有些地方是需要改变的 包括一些比如说 一些报道的伦理 你大概拍照的时候 你不会刻意再去 要拍别人的影子了 可是有哪一些的部分 你觉得是被transform 是成为一个正面的东西 是你今天上帝 在媒体全教上面 来继续的使用你的地方 我自己信主以后 我30岁信主嘛 信主以后我就常常祷告问神 神为什么你把一个美容的狗仔的 企图的人请救过来 我的purpose在哪里 你救我的目的在哪里 我一直祷告你一年时间 神都给我看到一个 关于媒体宣造的梦 就是我问神 我以前做的不好的东西 跟媒体宣造有什么关系 我不懂做这个方向 我做歪的新闻 做不好的新闻 我懂了 之后很奇妙 心灵问我 你知道全媒跟全福音的分别在哪里 我就跟心灵 唯应 我说 全媒就是越全越不好 不好的东西 就是全媒一定放大不好的东西 bad news 全福音就是good news 我讲完以后 心灵好像开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方法可能是 不是最重点 重点是我们的 content 我们的内容 我就在哪个时间 给心灵 transform 我整个看见 就是虽然我还 当时我还在做搞解队 我逝世以后 我还在做搞解队 我在娱乐圈 很多人认识我 但是以前我是全bad news 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心灵以后 我可以在娱乐圈 全good news 所以我就每一天 跟我的同事 跟我的见到的明星 不同的人 分享耶稣的 在我生命的 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时间 我一边做不好的工作 就是做套派 但是一边我猜全福音 但是我好想战备我自己 我跟神说 我很想读神学 就是我祷告了差不多十年时间 有神学院寻我 读神学 我刚刚2018年 读完以后 现在还在神学院里面去 证受 就是一边 因为我觉得读神学 就是我 因为我爱上帝 我很想应识他 我不是想 要一个神学的名 一个学位而已 不是学位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 我很想应识我的神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 一边做我的媒体宣教 一边读神学 一边从我 因此的 上帝的 好的 good news 怎么样 去传过去 那个 transform 就是我 跟以前很不一样 然后我2007年 就离开 一周看 离开我的媒体 工作 就是开启我的 媒体宣教的 fulltime的服饰 以前一周看是一个旧媒体 那个时间 我刚才想 如果网络发展的时间 我们全富裕 怎么从旧的媒体 怎么走过去 新的媒体 那个时间 我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跟思考 所以我一开始 做了很多关于网络宣教的东西 都是在那个transform的时间 那你是哪一年信主的 2000年 2000年 就是我蛮好奇的 就是从2000年年 你信主到2007年 你离开一周看 其实有七年的时间 七到八年的时间 你是 其实你生命被改变了 可是你的工作 好像还是需要去做一些 就是可能从今天的角度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不见得是在 伦理道德上 我们站得住脚 你自己那个时候 是怎么去 deal with 这种内在的张力 嗯 我 记得我新军以后 我看了一本书是 Wick Warren 《标杆延伸》 Purple Driven Life 是 它有一个 lesson 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去荣耀神 嗯 然后我就跟神 祷告说 神来有一些工作 是不能荣耀你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外人 这是我做一个不好的东西的工作 但是我怎样在我的不好的工作里面去荣耀你 那我就祷告问神 心里就给我看到 在你的不好的工作里面 还是有很多我爱的人在附近 他们可能从没听过福音 从没解决 应试神的 所以我就给神改变我的观念就是 我还需要 反正神还放我在这个宣里面 这个 我的工作里面 我还需要有一些东西 我才做完以后才离开 所以我就 学怎么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 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个是给我 这几年给我很大的 挑战 而且很多的 训练都是 我怎么 怎么看我自己的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我记得是不好的 以前我做的 但是当我信住以后 我记得有一些东西不好 我跟我的老板说 这个好像我觉得不太好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怎么 practical是 我要用我的心理来说 我在我的环境里面 我需要这个体验 对对对 那之后 几年以后 我带了很多季节 很多娱乐圈的人信主的 我才2007离开我的公司 我觉得你刚才这些经验 非常的宝贵 因为我想很多时候我们 可能心中会觉得 信耶稣之后 突然之间生活就改变了 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事情 工作一切都改变了 可是你刚才分享的是 其实那是一个过程 而且上帝把我们留在原来的地方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那个使命 虽然是有很真实的挣扎 有一些可能也很难 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说 就是要这样做 就是不要这样做 但是就在那过程当中 好像这种挣扎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让我们跟神更靠近 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反过头来 去兼顾 或者去陪伴其他在类似挣扎里面的人 嗯 各位也谈 请说 这个很重要就是 我之后我离开我的工作 以后我之后发现网路 选择的时间 这十年时间 我在香港 有很多做媒体的年轻人 基督徒年轻人过来找我 说我觉得我的信仰在我的工作里面 很多压力 但是我已经 我跟他们说 我明白你 我知道 因为我过 他们都 所以很多人叫我去师傅 叫老师 就是他觉得他们的东西 我明白他 我可以用我的过去就分享 我觉得这个也是 跟你刚才讲的很一样 就是我听过有一个摩世 三天讲 Don't waste your pain 不要把你以前很痛苦的经验浪费 就是在里面你学的东西 可以帮过围头的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那从2007年你开始跨入 所谓的媒体宣教 到现在也是几年过去的 那我想2007年那个时代的媒体 跟现在可能又半年不低的不一样 对对 因为谈谈你的这整个心路历程 包括我知道后来你也跨足到 做很多青年的 不是青年的事工 我2007年离开 一周刊 一周刊的时间我就 好像 找进一个 传统的基督教机构里面去 看一看他们传统的媒体 现在是怎么做 所以我去了一个香港很有名的叫 营印使团 营印使团 它是最大的 有几百个员工 我就帮他发展一个杂志 就是天使性的杂志 就是基督教杂志 OK 我帮他去 没有人看到怎么每个星期有很多人去买 里面的内容的 content是我很 我做了很多人的经验 知道怎么做好一个杂志 但是 我记得 媒体开始准备 慢慢会改变的时间 我就想 如果只是杂志 只是电视 只是一个传统的做法 我们很难 很难走前的 就在那个时间 开启有iPhone 有可能网络的东西 我都 我一个 我有一个 我的年轻人 他是在大学里面都 网络的发展的 我都带他新竹以后 我就跟他一起去 想我们前面的路怎么走 媒体怎么 怎么从旧的媒体 走过去新的媒体 那个期间 台湾已经有很多 关于新媒体的发展的研究 一次文章 我就觉得 如果我们说新媒体 好像新媒体 新在哪里 那我就跟我的学生研究 就是我们觉得新媒体的重点 不是新跟旧的问题 是在网络化的东西 就是网络改变的媒体的文章 所以我在香港里面 开始不用新媒体的 这个特别 就是用网络媒体 这个特别 因为我知道媒体的改变 我从网络的改变去 有很大的transform 所以我就开始想网络媒体 选招这个terms 就是在Google里面 所以在Google里面 你可以说网络媒体 选招全都是我的东西 因为我很早已经在网络上 我们昨天很多SEO 都是我们想把这个 宣教的角度重新的 我们focus on这个网络的改变 因为网络的改变是很大很大 我觉得这个改变还是 才是重点 是 你觉得这个关键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这个网络宣教媒体 它背后跟传统的 或者我们过去2007年那个时候 我们所熟悉的媒体 这两者之间 你觉得主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刚才你问我 为什么从网络宣教里面 找到年轻人工作 就是 我自己经验觉得 网络就是 年轻人的language 因为 这十多年开始 如果他们是十多年前 刚刚出生以后 他们节制的整个时代 整个时代也是网络化的年代 年轻人手机 游戏啊 游戏啊 他们不看传统的电视 他们看YouTube 他们听音乐 我们会买CD啊 买cassette啊 但是他们用iTunes啊 用Spotify 他们接受所有东西 都是从Google里面 去积极去找 就是一个 以前就是我们给什么东西 他们就接受什么东西 媒体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做季节 我们把我们的 内容我们的新闻写出来给他们 他们只是看 没有没有没有反对 但是网络化 就是一个乌冬的时代 就是他可以可以feedback 可以comment 可以share 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跟年轻人生活的culture 是很不一样 所以家卫为什么 在10年觉得很难做年轻人工作 不是家卫的内容不好 是他们不明白 年轻人的互动的网络变化 才出现 年轻人觉得 我在家卫里面 为什么我不能互动 为什么讲到以后 我听音乐以后 我不能comment 不能跟我的摩姐去讨论 就是 为什么心经里面 说你以后 我不能fab chat 我不能看一看 我接受的心经的内容 是真还是假的 所以整个网络的 网络思维 这个mindset 就是在网络改变以后 媒体啊 教育啊 年轻人啊 所有东西也改变 所以我觉得 教会不明白 就是不明白 这个 这个点 是 你觉得对教会来讲 我相信很多的教会 都看到青年流失的问题 不只是香港的教会 包含台湾 东南亚 美国 然后 欧洲 各地教会都在面对 年轻人流失 那这应该也是很迫切 我们大家都想要改变的 那既然这是一个 我们迫切 想要回应的议题 而 年轻人 他是习惯互动的方式 你觉得为什么 教会要转这个弯 会那么困难呢 还是其实你觉得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其实只要概念通了 很多教会做得很好 我在香港 几年我在香港开了一个 Ministry叫 Jesus Online 就是 我跟我的年轻人一起做的 还有 在过程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 分享讨论 跟很多末节 跟很多教会 特别在香港的 不同中派的 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 不分外人 还是其他也是一样 就是 网络化之后的世界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是一个 decentralization 就是他把 这个权力 这个authority的 东西 去一个很大条件 但是 价位在 十多年的发展以后 都是一个 很 很 很 权力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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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 一个 system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以前是没有问题 因为以前是 工业 革命的 年代 就是 一个 一层一层一层 没关系 是大概觉得 我需要听 我们上一层的 意见 我们是有 服从在上的 但是 网络化是 扁平化 就是 去中心化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也很 很公平的 分享 这个 这个跟 耶稣年代的 新约福音的年代是很近的 我跟一个 年轻人 讨论的时间 他告诉我 他说 你 你觉不觉得 耶稣 道行入圣 道行入圣 国里是不是 怎么讲 道行入圣 道行入圣 就是 去中心化的 最好的 表现 就是 上帝不再 高高在上 耶稣 代表上帝来到人中间 跟我们 一起 生活 带我们 应识上帝 的爱 这个是 上帝 去中心化的一个 很 很奇妙的 很伟大的做法 那个年轻人 告诉我的时候 我觉得 哇 很厉害 你可以 十多岁已经 很明白 什么是 道行入圣 跟 去中心化的 年轻人 就是 有这个 很不一样的 inspiring 但是我们 以前的 思考 不是这样子 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 我觉得 问题不在 年轻人 不在 上一代 不在 两代的问题 是我们 在两个 不同思考的 format里面 所以我觉得 一通的 这个format一通 我们就可以 其实 年轻人 不是 不喜欢 连长的人 不是两代 不是 有冲突 其实 他们两个 思考 一个是 Android 一个是 OOS 这是 这个分别 我觉得 是 所以 我试着 重新的 诠释一下 就是 在网络时代 今天 在网络时代 当中 长大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的 思考方式 是习惯 去中心化的 他们不是 单向的沟通 他们在 信息的沟通 互动上面 他们也希望 有些回馈 甚至参与 创造 甚至在这个 message的过程 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chip in 可以加入 他们的东西 对 那你用 基督 道成肉身 的这个角度 来解释 其实基督 他本来是 他不以 神通能为 强夺的 反倒虚几 取人物仆的样式 来到我们当中 对 我们同战 某种程度 要能够 要敢去中心化 他需要有更大的 安全感 对 他需要有更大的 对于 自己是谁的 确知 甚至对 能力的 一个 就是他 他知道他的 他的能力 以至于 他愿意这样给 那某种程度 我们很多时候 是出于恐惧 害怕 对 对 对 我们紧紧抓着 因为生怕被挑战 我就失去了 我的影响力 失去了 我的话语权 失去了 我们的能力 你这个 很重要 就是我过去 十年在香港 在家围里面 做很多 工作的 就是 差不多全部 在疫情之前 是全部 家围也不喜欢 网络的发展 因为他们就是 有三个很重要的 东西 就是第一 他们很怕 很惧怕 他们在网络上 他们给一些 hater去攻击 去破坏他们 但是 我跟他们讲 全世界 也知道 在网络上 一定有hater 但是hater的 percentage 可能只是 几个percent 可能很小数目 但是他们可能是 比较反应大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 只是怕 几个percent的hater 我们放弃整个 网络的瓦场 这个是很 很大的恐惧 这个是第一个恐惧 第二个恐惧就是 莫杰就会很怕 他们的东西 放在网络上 就给人发现 他讲错东西 他 cap cap 他们的 内容 他们很怕 讲错的东西 这个最怕就是 他很怕在 在公共空间里面的神学 还没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宣告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信仰 也很怕在公共空间里面的发展 这个发表 就是我觉得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他们怕在网络上 很多莫杰跟我说 网络上很多人 也是 虚拟空间里面 不是真的是假的 很多莫杰 真假 我很怕在网络上 很怕他们 全都是假的 好像 他的名字跟 他真的 很不一样 有一天 我跟一个年轻人说 也是 莫杰很怕 在网络上 你们好像 不是真的是假的 那个年轻人跟我说 我在价位里面 崇拜 我在价位里面 那么多年 我也见过 在价位里面 overfly的时间 我看了很多 很假的人 在我前面 在价位里面 很假 为什么我在网络上 都是假 你们不是假 他觉得很confused 为什么我网络上 不能 不能接受我是真的 为什么看到我 我在年轻人的时间 他在网络上分享 可能比真实分享 会容易表达真的一面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 惧怕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网络 宣教发展的东西里面 是 我也很好奇 就是当你刚才 谈到这个现象 今天很多的 其实不只是年轻人 包括 当我们在网络上 有一个匿名性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敢讲更多 但是这个敢讲更多 也有些人会反映说 那因为我们不需要负责任 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我们敢讲更多 我们敢讲更多 你怎么去看这个现象 以及在做网络宣教的时候 这样的现象 你觉得是 是一个 可以被transform的 还是是一个 需要被addressed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网络宣教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线杀 online跟offline是一样的 就是说线杀的你 跟线杀的你 是一样的 价位在线杀online 见到 能够看见 能够听到的 跟线杀的 见到价位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网络宣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如果我们 只是在网络上 找得很美丽 找得很伟大 找得很熟灵 找得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offline的时间 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 很难把福音传出 如果你看耶稣 看保罗 保罗 我可以简单讲 保罗是我们 网络宣教的 第一个最伟大的人 因为他在保罗的时代 他还没到 还没到 哪个地方 全福音 他已经写信 全过去 以前的online部分 但是之后 他有一个顺照的安排 就是在那里住 几个月 几年 这个是offline 所以你在心里面 你看保罗写信 耶稣 我好像很真实的表达 他的感受的 保罗没有把自己的感情 在心里面去收起来 他又说 我很爱你 我很想现在都已经到你里面 有一些人讲话 怎么样 他又很真实的表达 在心 跟他 offline online 的保罗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 我们 这个年代 做媒体 宣教最重要的 一个 online offline 都能够 都能够 做一个 一个 一个正直 离外一致 是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用保罗书信 跟他 住在当中来讲 online 跟offline 但我觉得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 解释 跟诠释 来重新去 从圣经 来看我们今天的宣教 那我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 我们上次在聊的时候 其实也聊到 其实今天很多教育 都在用网路媒体的工具 那你觉得 教会开始用网路媒体的工具 就是网路媒体宣教吗 还是这两个当中 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几年前 在香港写了一本书 就是在 做网路媒体宣教 未来十年的发展 那个时间 写的时候 没有人去买 因为他们觉得不重要 但是 疫情开启以后 人就发现这部书 好像是很有用 这是卖完了 刚刚过去 很奇妙 但是我这书里面 第一句话就是说 网络媒体 宣教不是 网络媒体 是工具化 还是 我们把网络媒体 做一个方法论 的想法 就是 网络媒体宣教 不是 图的问题 不是工具的问题 是思维的问题 如果是思维的问题 最重要 不是工具 是content 是presentation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讲 就是 网络媒体宣教 不是 家会很有钱 买很多 很厉害的 波及 这个是 如果我们把focus 放在里面 是我们的偶像 是我们的idol 但是 我们怎么从 神的 神的 content 就是神的 道 用 网络媒体的 思维去 重新 translate 内容 给我们 这个年代 这个是 思维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明白 网络的 这个思维 比如说 去中心化 卡制化 Customize 对 去碎片化 扁平化 很多网络 很徒得的 思维 是 颠覆 如果我们不从 宗教的角度去看 从媒体的角度 为什么以前做 电视台 做 报纸 做杂志 以前是很多人看 现在 他们也是 同一个content 但是他们 没有人看 其实不是 不是content的问题 其实是 presentation 就是思维的问题 在广东外 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 以前我们看报纸 跟现在看 online的 新闻 不同的地方 广东话 有一句话 说 懂得看一看留言 懂看 一定看留言 这是 懂看一定要看留言 对 这是 以前 看 看传统的媒体 我们不能看 其他人的 留言 东西 但是 在网络化 最好看 就是 那个 赖勇里面 之后 的 这东西 这个是 思维的问题 但是 有一个 另外的问题 出来 就是 我们 那么多 news 那么多 基讯 有一些 真的是 咋 我们怎么分 这个不是 这个 基讯的问题 就是 我们 思维里面 我们知道 在这个网络的 连带里面 我们 更重要是 我们就知道 怎么去分 那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这个才是 我们 稍微 需要 让我们的 弟兄姐妹 去明白 就是 我们 幸福 那么多年 不同宗派 我们 为什么我觉得 现在 是 读神学 最好的 时间 就是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只是 去一个 诈位里面 去做一个 星期天的 信徒 你只是 看 听你的诈位 去讲 一个 一套 关于 耶稣的 宗教 其实你 很容易 走 骗的 要 网络连带 就是你可以 找很多 去看 但是你需要 去分别 那个是真的 这个是假的 神学 教育 我自己觉得 在未来 十年 可能网络 以后 会改变 这个 神学的 平民的 凭信徒的 需要 我觉得 这个是 因为我们需要 分别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这个 从 不同 教育 history 里面 去 怎么去 令到你是一个 很有 思想的 基督徒 我觉得 这个才是 网络 思维 以后 改变 是 信徒以后 为什么 现在很多 信徒 很 因为他们 很聪明 读书 比以前 多 所以他们 对信仰的 要提高 是 就是 我觉得 很大的 变化 都是 真的 谢谢 今天春丽 跟我们分享 整个网络媒体的 这个 带来的改变 它不只是 多了一个工具 对 而是 文字工具 那同时 我们在表达 信仰的时候 也不是只是 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来表达我们的信仰 而是学习 进入到这个文化当中 然后从这个文化 重新来诠释福音 也提到 在网络时代 其实真假新闻充斥 信徒的分辨力 越来越重要 这也是在这个时代 神学教育 很重要 需要教导的 不是只是在 背一些神学知识 而是培育一个 神学性的思维 能够分辨 真假对错 最后其实我也想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 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在英国 涌入了许多的 这个香港的 那 您自己的观察 就是说 在这一波 移民潮当中 你觉得对英国的 华人教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现在也是在英国的 我在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 从香港过来 我的家庭 整个家庭也过来 我的过程里面 我现在是一个 生开的家围里面 做一个 就是我 那个家围只有三个月 时间已经有150人 OK 然后我 过去一年 我也有在网络上 跟很多英国 华人教会 和莫姐去 连接 他们 之前还没有 很多香港人过来的时间 他们 普通 就是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聚会的 但是 在这半年时间 每一 英国 很多不同的 地区 从香港过来的 香港人 差不多有 几千人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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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所以 几千人 里面 通常 我 我 做的 观察 就是 十个 香港人里面 有一个是基督徒 然后如果 刚刚 香港的 近乎 说 差不多十万人 从这一年离开 香港 到英国 差不多 有 一万 十万人 里面 一万 基督徒 每一个 城市里面 差不多一千人 那你就可以 可以 想象到 在英国 现在 有一个 很大的改变 就是 很多 传统的 王恩 在会 有很多 基督徒 上岗过来的 基督徒 跑进去 另外就是 有一些 还没 信主以后的人 很 在 外国的地方 他觉得 福音 可以再发展 还有一 意思就是 他们可能 过来的时间 他觉得 我需要一个 比较 跟香港 文化 比较 深的 摩登 所以 一些深的 架位 也可能 有空间 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 现在 可能是 在英国 华人 价位里面 还没发生过的 一个 恒台的 我觉得不是 复兴 我觉得是 完整的 变化 然后 这个 完整变化 我们 怎样 去 一同 无论是 新的 价位 周围的 价位 还是 其他 不同的 你有感动的 ministry 我觉得 还是一个 很 从密 发生的 完整 去 让我们 把福音 可以做好一点 我 我 我 待了一个月 我的感受是 有些人说 为不为怕 你们开信价位 去 长留一些 信徒 这是 广东话说 长远 就是 长留一些 对 我觉得 你知道 人多 根本 就是 很有 market 很有需要 因为 太多人了 惨 惨不了 因为 已经很 比如说 我在 这里 一个月 我刚刚到 三个星期 我才在 我 这个 新家屋里面 做 youth pasta 已经有 二十五个 年轻人 去等我 墓园 所以 他们 都是 跟 爸爸妈 过来 他们 很 知道 神 把我 带过来 我 前面 路 我需要 怎么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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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尝试 很大 很大 所以 我觉得 如果我 用 很多力 去 去 做很多 敞扬啊 怎么 什么 事事非非 的东西 我 不如我 focus on 一个 很重要 就是说 我 我 见到 人 就 慕容 他们 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到神里面 我觉得网络的 慕容 跟整个 我自己想 如果年轻人在不同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 Digital Discipleship System 去一个 去帮助这个网络上的年轻人 这是我现在去想的东西 是 谢谢你 春莉 也让我们 从你的角度来看到 英国华人教会面对的 其实是一个机会 因为 当 华人 散居在各地的时候 真的会孤单 包括美国 的华人教会在 1980年代 90年代 分别因为 不同地方的移民 也带来了 当时教会的增加 但是这个增加 并不是只是 在本地是基督徒的人 来到美国 参加教会 而更多的 其实更多的人 是来到美国之后 信主的 可能因为在 异地 他们的心 更开放 甚至被接待的时候 他们有机会 听闻福音 甚至认识基督徒 或许这也是今天 在不同地方 正在发生的 特别在英国的教会 的确合唱很大 所以既有的教会 可能也要面临 突然之间 来涌入很多的新移民 新移民跟既有的居民之间 怎么样相处 接待 而可能也会有一些 新的教会的模式 跟群体产生 但是不论怎么样 其实一样 就是等着去收割的 其实远比我们既有的 这个能够承载的 更大 对 对对对 那春莉我想最后 我都会问 每一个来受访的家 就是关于 神秘门徒这个podcast 未来你会希望 在这样的平台当中 我们可以访谈谁吗 或者是我们可以谈论什么样的主题 是你希望可以在这个平台听到的 我觉得在 pandemic以后 在 就是 整个 世界已改变 就是网路的 被延伸都是 以前我们觉得网路 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是重要的 但是 pandemic以后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全个世界已经网路化 我觉得 在某里面 其实有很多 特别外人某 在这个 这个部分里面 是比较晚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 真正可以 可以帮到我们 某看前去走的 我觉得这个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方向 但是 神学怎么跟这个网路的 连接 让 家卫可以从 多一点神学的背景 以后去 support 他知道 我们走 往前走 不是一个 工具的问题 不是一个 家卫用 媒体 方法的问题 就是一个 神学 思维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找到更多 华人的神学 神学渣 跟神学研究的人 在这个方向里面 去整合 我觉得是很重要 跟很美丽的东西 我也很期待 听到更多 同路人 去不同方向 一起做 对 谢谢春丽 再次谢谢你 谢谢春丽的分享 下周我们邀请到 欧华的董事长 李建长老 李长老过去十几年 主要是透过神学教育 服侍欧洲的华人教会 下周我们将请他 和我们分享 欧洲华人教会的 现况与展望 以及他近年投入 大量心力 所在做的 尼西米事工 怎么样近距离的 陪伴 传道人 成长 我们下周见